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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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大地再沉睡 繁星啊微 largely 在点缀 难道是 永恒的那一位 夜深啊 大地在沉睡 我吸纳 你在思念谁 难道是 完美的那一位 那一位啊 你是谁 为何感染 从尊贵变卑微 那一位啊 我是谁 为何值得你为我流泪 心碎 带我飞 脱离底的颤雷 带我飞 一蓝天的明媚 我渴望认识你是谁 渴望认识你是谁 渴望认识你是谁 我心啊 你在思念谁 难道是 完美的那一位 哦 那一位啊 你是谁 为何是谁 为何愿愿匆匆 归遍卑微 那一位啊 我是谁 为何值得你为我流泪 心碎 带我飞 脱离底的角落 带我飞 迎来天的明媚 我渴望认识你是谁 渴望认识你是谁 带我飞 脱离底的颤雷 带我飞 迎来天的明媚 我渴望认识你是谁 渴望认识你是谁 我渴望认识你是谁 从你眼中看见我是谁 我渴望认识你是谁 我渴望认识你是谁 我渴望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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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渴望讆你 我渴望讆你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开始今天的崇拜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开始今天的崇拜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座我们的野和华面前跪下 在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祂草场的药 我们是祂草场的羊 是祂手下的民 是祂手下的民 唯愿你们今天听祂的话 唯愿你们今天听祂的话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凡得永生 叫一切信祂的不致灭亡、凡得永生 请我们一起祷告 请一起祷告 祷告之后 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祷告之后 请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啊 亲爱的主耶稣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我们要传敬畏的心向你敬拜 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向你敬拜 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上帝 你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上帝 你在猜显你的爱子江西为人的作为 奇妙无穷超越有限 你猜浅你的爱子江西为人的作为 奇妙无求超越有限 凡上过主恩之美的人 都知道你是美善的主 凡尝过主恩滋味的人 都知道你是美善的主 主耶稣啊 求你怜悯拯救全球各地 求你怜悯拯救全球各地 在这个疫情底下遭受病毒侵害的百姓和土地 在疫情底下造病毒侵害的百姓及土地 赦免我们没有遵守你的戒命和律例 甚至流无辜人的血 甚至流无辜人的血 沾污了土地 我们在你面前应罪悔改 求你遥恕我们 主啊 主啊 你曾经说 你曾经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真眼看 我必睁眼看 侧以听在此处所欠的祷告 侧而听在此处所欠的祷告 主耶稣啊 主耶稣啊 愿你今天就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愿你今天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使我们不置偏离你的道 使我们不置偏离你的道 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发出亮光 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发出亮光 就能使我们得到智慧 就能使我们得到智慧 也愿恩主 事事地指教我们 当行的路 当作的事 也愿恩主常常指教我们 当行的路 当做的事 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的名 在逆境当中 在逆境当中 你也带给我们盼望 你也带给我们盼望 因为你尚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用害怕和惊慌 我们不用害怕与惊慌 只要单单地仰望你 只要单单仰望你 愿圣灵的恩光照亮世间 继续医治在疫情中的患者 和拆去离世者家人的眼泪 继续医治疫情中的患者 和差距离世者家人的眼泪 救主在这个逆境当中 使我们更加经历过 试炼的信心 彰显在我们社区 和尚未得救的亲友庄中 求主在这逆境中使用我们 让我们经历事业的信心 彰显在我们社区 和尚未得救的亲友中 愿主耶稣你的恩手 治下平安 愿主耶稣你的恩手 赐下平安 大师怜悯 止息疫情 大事怜悯 止息疫情 不安慰困苦中的人们 和引导邦国重新恢复次序 安慰困苦中的人们 可引导邦国重新恢复秩序 求你也预纳今天敬拜 求你也愿纳今天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落 因为国度全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不够两个礼拜 不到两个礼拜 圣诞节就会来到了 圣诞节就来临了 在圣经里面记载 耶稣基督在一个平静的晚上 耶稣基督在一个平静的晚上 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面 为你为我而降生 而见证耶稣基督降生的一群牧羊人 就将这个大好的信息传广了开去 就把这样大好的信息传讲出去了 让我们一同唱以下两首的诗歌 让我们一同唱以下的两首的诗歌 马槽圣音 还有到各山林去传扬 还有到各山林去传扬 我们就好像牧羊人一样 我们继续将这个大好的信息传扬开去 我们继续把这样大好的信息传扬出去 里面有零牧羊人 我们语但是买到羊人的一群腊 为我而知恶芸人 传扬也不דgrad abbot jam 他们想的是我们的诠歌 里面有任何我 copied 歌的pose里面有置 hum 对我 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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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VEY OKUwa basic lif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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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 并为等候主再来做好准备 第一支蜡烛是在第一个主日点点的 是代表盼望的蜡烛 是代表盼望的蜡烛 因为神来到我们当中 第二支蜡烛是第二个主日点点的 第二支蜡烛是第二个主日点燃的 是代表平安的蜡烛 因为神拯救了我们 第三支蜡烛是第三个主日点燃的 第三支蜡烛是第三个主日点燃的 它是代表喜乐的蜡烛 喜乐就像一盏在黑暗的地方闲耀的光幕 当我们看着这支蜡烛的光的时候 当我们看着这支蜡烛的光的时候 我们庆祝在基督里面的喜乐 因为神向我们说话 因为神向我们说话 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十节到十一节那里说 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 天使说 天使说 不要怕 汉南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不要怕 看啊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是关于万民的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 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 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塞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又说 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你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断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公贵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诉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惜 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牙役 你就下在尖邻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马上就要来临了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马上就要来临了 圣诞节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节日 圣诞节是基督徒一个重要的节日 为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要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节日 是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节日 令人非常心痛的是 令人非常心痛的是 现在的圣诞节却越来越偏离其真正的意义 但现在的圣诞节是越来越偏离其真正的意义 各种各样世俗化的东西被塞进圣诞节 却将圣诞节的核心耶稣基督抽离出来 将圣诞节的核心耶稣基督抽离了出来 面对这样世俗化的圣诞节 面对这个西俗化的圣诞节 我们作为基督徒却要越发高举基督 我们作为基督徒 他是要越发的高举基督 越发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 越发的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教导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登山宝训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登山补训 主耶稣在一开始向门徒提出八福之后 主耶稣在黑胎前向门徒提出八福之后 就用盐和光的比喻 就用盐和光的比喻 来明确门徒天国子民的身份 来明确门徒天国子民的身份 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 紧接着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 耶稣就说 耶稣就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乃是要成全 耶稣说 祂来要成全律法 耶稣说 祂来是要成全律法 这个成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成全 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做正确的事情 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做正确的事 就是说 祂来是要成全神的旨意 就是说 祂来是要成全神的旨意 要成全旧约的律法 要成全旧约的律法 这就引出了21到48节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这个就引出到21到48节的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也活出他所要求的义 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也要活出他所要求的义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说 耶稣要门徒真正顺服他对律法的解释 耶稣要门徒真正顺服他对律法的解释 因为这是他颁布给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因为这个是他颁布给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我们来看看天国超越的伦理观 我们来看看天国超越的伦理观 马太福音五章17到48节 马太福音五章17到48节 是耶稣所颁布的天国子民超越的伦理观 首先在17到20节一开始 耶稣就非常清楚地宣告 他来并不是要废掉旧约圣经 而是要成全 就是要实现旧约圣经全部的意义 这个成全包括整本旧约圣经的预言 旧约所启示的教义 旧约所启示的教义 以及神在旧约中所启示的道德和律法 以及神在旧约当中所启示的道德和律法 耶稣的这个宣称明确指出 耶稣这个宣称明确地指出 唯有在他自己和他的教训里面 唯有在他自己和他的教训里面 才能够找到旧约的确实性 以及旧约的真正的延续性 以及旧约真正的延续性 并且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解释旧约圣经的唯一权威 并且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解释旧约圣经的唯一权威 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当中 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中 耶稣以无可比拟的权威 耶稣以无可比拟的权威 使他自己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类点 使他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捩点 他以绝对的权威 指出旧约圣经所隐含的真正意义 指出旧约圣经所吻含的真正意义 只有他对旧约律法的教导 只有他对旧约律法的教导 才是神颁布这些律法所指向的一个正确方向 才是神颁布这些律法所指向的一个真正的正确方向 在这段圣经中 耶稣列举了旧约圣经有关摩西律法的六个对比 耶稣列举了旧约圣经有关摩西律法的六个对比 就是关于谋杀 奸淫 修妻 就是关于谋杀 奸淫 忧妻 启示 报复和爱临舍这六个项目 启示 报复和爱伦圣这六个项目 借着这六个对比 那直着这六个对比 耶稣以唯一的权威说明 耶稣以唯一的权威说明 摩西律法真正的意义 摩西律法真正的意义 指出旧约伦理要求的更加深入之处 更加超越之处 即此宣告了神的意义 对人具体的要求 那直此宣告了神的意义 对人具体的要求 耶稣所列举的这六个对比 每一个对比都是以你们听见有话说为开始 每一个对比都是以你们听见有话书作为开始 然后耶稣都是以只是我告诉你们来宣告和解释 然后耶稣都是以指示我告诉你们来宣告和解释 如果要正确地理解耶稣所教导的这六个对比 如果要正确理解耶稣所教导的这六个对比 就必须明白五章十七节耶稣来要成全律法 那就必须要明白五章十七节耶稣是你要成全律法 以及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 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以至五章四十八节那个讲到 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必须要明白了 耶稣的教导是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耶稣的教导是天国子民的伦理观 是超越的 是超越的 是在今生不可能完全的 是在今生不可能完全的 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天国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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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不去遵行的一个借口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 你们要完全 这是一个命令 这是我们不能不执行的命令 这是我们不能不执行的命令 正如保罗在《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说 正如保罗在《菲利比书》四章十三节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好 我们看第二点 杀人与饶恕 好 我们看一看第二点 说到杀人和饶书 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这个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第二十一节 在二十一节 就是杀人难免受审判 就是杀人难免受审判 五章二十一节说 五章二十一节说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这吩咐古人的话是指什么意思呢 这个吩咐古人的话是指什么呢 是指谁说的话呢 是指谁说的话呢 其实耶稣所引用的这个关于谋杀的比喻 其实耶稣所引用这个关于谋杀的比喻 其内容是来自摩西五经 它的内容是来自摩西五经 但是实际是指向文士和拉比 所教导的一个口床律法 但是实际是指向文士和拉比 所教导的一个口床律法 那什么是口床律法呢 什么是口床律法呢 就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 就是当时在犹太人中 有一批文士和拉比这样的学者 有一批文士和拉比这样的学者 他们精心研究律法 精心地研究律法 将律法的内容详细制定为一套生活的细则 将律法的内容 详细地制定一套生活的细则 以教导人去遵行 以教导人遵行 文士和法利塞人认为口床律法和摩西律法 是具有同等的权威 文士和法利塞人认为口床的律法 和摩西的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 因此耶稣在这里说的 因此耶稣在这里所说的 你们听见有话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所说的其实就是文士和拉比 关于摩西律法的教导 当耶稣说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当耶稣说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又进一步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就是要除去传统的教导所产生的误解 就是要除去传统的教导所产生的误解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就是耶稣向文士对律法的错误教导 发出挑战 就是耶稣向文士对律法的错误教导 发出挑战的 耶稣以绝对的权威来解释摩西律法 耶稣以绝对的权威来解释摩西律法 并且以他独有的权柄 并且以他独有的权柄 来解释律法的真正意义 来解释律法的真正意义 为什么耶稣首先列举不可杀人这个例子呢 为什么耶稣首先列举不可杀人这个例子呢 因为杀人就是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杀人就是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就会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会彻底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 这也是所有犯罪中最过分的罪 这个也是所有犯罪中最过分的罪 因为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 因为神是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 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五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当中 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 不是指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杀人 不是指神在任何一种的情况下都不允许杀人 乃是不允许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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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谋杀呢 什么是谋杀呢 谋杀就是指 事先有计划和有意的杀害 谋杀是指导事先有计划和有意的杀害 包括自杀谋杀和重犯等等 包括自杀谋杀和重犯等等 好我们看第二十二节 我们来看看第二十二节了 就是更高的义 就是更高的义 针对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针对第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 耶稣给出三点更深的教导 耶稣给出三点更深的教导 凡向弟兄动怒的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断 难免受审断 耶稣警告任何向兄弟动怒的 耶稣警告任何向兄弟动怒的 难免受到地方法庭的审断 难免受到地方法庭的审断 反骂弟兄是拉家的 反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工会的审断 难免工会的审断 拉家是亚兰文 拉家是亚兰文 意思是空的 意思是空的 用来骂人没有脑子 用来说人没脑子 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白痴或撒瓜 用现代的言语来说就是白痴或者傻佬 这是对人头脑的侮辱和轻视 这是对人头脑的侮辱和轻视的 这样辱骂弟兄会受到犹太公会的审断 这样骂弟兄是会受到犹太公会的审断 反骂弟兄是魔力的 但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难免地狱的火 魔力是希腊文 魔力是希腊文 意思是愚蠢或愚昧的人 意思是愚蠢或者愚昧的人 是骂人愚蠢卑鄙和无赖 骂人是愚蠢卑鄙和无奈的 是对人的心和人的品格的侮辱 是对人的心人的品格的一种侮辱 那么地狱的火是指当时的垃圾焚烧场 心嫩子谷的火 地狱的火是指到当时的垃圾焚烧墙 后被用来象征神在末世的审判 后来是被用来象征神在末世的审判 耶稣针对不可杀人的诫命 进一步列举了上面三个实例 进行更深的教导 为上面般谋杀的罪 但是你们难道从来没有向兄弟窍过怒吗 但是难道你们从来没向兄弟窍过怒吗 你们从来就没恨过人吗 你们从来都没有恨过人吗 从来没有在心里咒诅人吗 从来没有在心里面咒诅人吗 从来没有轻视嘲笑的严语 辱骂人没有头脑吗 从来没有以轻视嘲笑的言语辱骂人 没有头脑吗 你们从来没有贬损或藐视别人的人格吗 你们从来没有贬损或者藐视别人的人格吗 以上种种的发怒 以上种种的发怒 仇恨或贬低人的言行 受恨或贬低人的言行 都是谋杀的根源 也都是谋杀的根源 耶稣的教导直接指出 耶稣的教导就直接指出了 就天国的伦理道德而言 就天国的伦理道德意义 这些言行与犯谋杀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这些言行与犯谋杀的人是没有分别的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在心理或思想上谋杀人 在心里面或者思想上谋杀人 与在行动上谋杀人是一样的严重 与在行动上谋杀人是一样严重的 就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 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耶稣关于不可杀人的教导警戒我们 耶稣关于不可杀人的教导警戒我们 天国的义不是仅仅不杀人就可以达到的 天国的义不是仅仅不杀人就可以达成的 更是包括内在的思想和动机 更加是包括内在的思想和动机 而且内在的动机所受的审判会更加严厉 而且内在的动机所受的审判是更加严厉的 根据摩虚律法的规定 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 谋杀人的必受到地方法庭的审判 谋杀人的必受到地方法庭的审判 但是耶稣却更进一步地说 但是耶稣他更进一步地说 凡向弟兄动怒的 凡向弟兄动怒的 也要受到地方法庭的审断 也要受到地方法庭的审断 反骂弟兄是拉家的 反骂弟兄是拉家的 要受公会的审断 反骂弟兄是摩利的 难免地狱之火的审判 我们看到审判的等级是逐渐加强 我们看到法庭审判的等级是逐渐加强的 最后直指神的审判 耶稣所说的这些审判又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所说的这些审判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法庭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的法庭 会对一个向兄弟动怒 或是辱骂人的施行审判 会对一个向弟兄动怒 或者欲骂人的施行审判的 从另一方面讲 从另一方面讲 对人的头脑的侮辱和骂人是白痴 对人的头脑的欲骂 而骂人是白痴 与轻视人格而骂人是蠢货 与轻视人格而骂人是蠢货 这两者是没有清楚的分别的 这两者都是没有清楚的分别的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出的审判越来越重呢 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提出的审判 是越来越重的呢 从旧约圣经我们就知道 从旧约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了 神的选民以色列是神权政治 神的选民以色列是神权政治 就是说在以色列民中 就是说在以色列民中 无论是民事的审判还是宗教的审判 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审判 例如在《生命纪》一章16到17节说 当时我祝福你们的审判官说 你们听诵无论是弟兄彼此征诵 是与同居的外人征诵 是与同居的外人征诵 都要按公义判断 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 听诵不可分贵贱 不可惧怕人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若有难断的案件 若有难断的案件 就可以乘到我这里 就可以乘到我者女 我就判断 我就判断 这里审判的三个地方 这里审判的三个地方 从地方法庭到公会 再指向心嫩子骨 从这个地方法庭到公会 再指向这个因连子骨 耶稣就是借着这个指向 清楚地向门徒表明 耶稣就借着这个指向 清楚地向门徒表明了 神会查明谋杀背后人心里的愤怒 因此神在最后必然审判 人真正要惧怕的审判 是神终极的审判 由于耶稣所列举的三个例子 我们看到关于不可谋杀的教训 其背后是指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人类行为中伤人的愤怒 就是人类行为中伤人的愤怒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之后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之后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在《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记载 《创世纪》四章四到五节记载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和羊的自由献上 阿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和羊的自由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也说看中了阿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那个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变了脸色 随后在第八节记载 随后在第八节记载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 二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 把他杀了 由此可见 人类的第一次谋杀 其背后就是该隐的愤怒 耶稣在这里以他自己绝对的权柄宣告 不要以为只有那些真正犯了谋杀罪的人 不要以为那些只有真正犯了谋杀罪的人 才会受到严厉的审判 他们才会受到严厉的审判 实际上那些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侮辱人的人 实际上那些心中充满着愤怒和侮辱人的人 也要受到同样的审判 也要受到同样的审判 我们需要明确指出 我们需要明确地指出 耶稣在这里所禁止的动怒 耶稣在这里所禁止的动怒 并不是禁止一切的怒气 乃是禁止因为个人的关系而起的怒气 这个怒气就是谋杀的根源 接下来耶稣又用两个例子 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他的教训 并带出他的要求 我们再看23到26节 我们再看23到26节 敬拜以先要饶恕人 敬拜以先要饶恕人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就是23到24节 就是23到24节 所有一个人到祭坛去献祭 讲到一个人都祭坛去牵制 想起弟兄向他怀愿 想起弟兄向他怀怨 这里并没有论到你的怒气 而是论到你弟兄或对头向你怀怒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耶稣教导说 耶稣教导说 应当把祭物留在坛前 应当把祭物留在坛前 先去与弟兄和好 然后再回来献祭 耶稣在这里刻意使用了一个叙述 就是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而不是说你得罪了弟兄 这有什么分别呢 这里强调你弟兄的怒气 而不是你的怒气 这个强调可能是你做错了一些事 得罪了你的弟兄 以至他向你怀怨 以至他向你怀怨 也可能你是无辜的 也可能你是无辜的 你的弟兄向你怀怨 并不是因为你的错 你的弟兄向你怀怨 并不是因为你的错 无论如何 无论是怎样 耶稣这个例子所强调的重点是 耶稣在这里的例子 所强调的重点是 只要你心中知道弟兄向你怀怨 只要你心里面知道弟兄向你怀怨 你就必须先与你弟兄和好 你就必须先与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你的敬拜才会蒙神的悦纳 然后你的敬拜才蒙神的悦纳 从前面主耶稣的论述我们已经明白 从前面主耶稣的论述我们已经明白 谋杀的背后是怒气 谋杀的背后是怒气 如果门徒不解决心中的怒气和仇恨 如果门徒不解决心中的怒气和仇恨 最后就会面临神的审判 最后都会面临神的审判 其实这个例子的背后所隐含的也是怒气 其实这个例子的背后所隐含的也是怒气 只不过不是你的怒气 只不过不是你的怒气 而是由于你的缘故而引起你弟兄的怒气 而由于你的缘故引起你弟兄的怒气 主耶稣是借着这个例子警告门徒 主耶稣是借着这个例子警告门徒 如果门徒的内心真正关心自己的怒气和仇恨 如果门徒的内心真正关心自己的怒气和仇恨 那么门徒也要关心是否因自己的缘故 是否因自己的缘故 是别人发怒和仇恨 不用别人发怒和仇恨 换句话说 用一个说话来说 门徒不仅仅要清楚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仇恨 门徒不仅仅是要清楚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仇恨 连因为他们而引起别人的愤怒和仇恨也要清楚 连因为他们而引起别人的愤怒和仇恨也要清楚 也要去面对 也都要去面对 也都需要去立刻的解决 也都需要立刻的解决 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 这个是多么强烈的对比 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当时的文士和巴利赛人 他们对第六届不可杀人的解释 他们对第六届不可杀人的解释 只是要求不做出谋杀的行为 只是要求不做出谋杀的行为 而主耶稣的解释不仅要求 外在没有谋杀的行为 而主耶稣的解释不仅要求 外在没有谋杀的行为 还要求内在不要有动怒的思想和动机 还要求内在不要有动怒的思想和动机 不单如此 耶稣借着这个例子更进一步的指出 耶稣藉着这个例子更加进一步的解释 门徒不仅要关心自己动怒的思想和动机 门徒不仅要关心自己动怒的思想和动机 还要关心向你怀怒的弟兄的思想和动机 还要关心向你怀怒的弟兄的思想和动机 这是何等超越的天国伦理标准 这个是何等超越的天国伦理标准 看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 从人的角度你和我都会感到不公平 从人的角度你和我都会感到不公平 感到这事甚难谁能做到呢 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明确的 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明确的 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 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 不仅被我们心中的态度所影响 不仅是被我们心中的态度所影响 同时也会因我们而引起别人的怒气所影响 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而引起别人的怒气所影响 弟兄姊妹请注意 弟兄姊妹请注意 这里耶稣所说的是你的弟兄 是我们主内的肢体 主耶稣借着这个例子教导我们 在教会中有愤怒存在时 就如同人身体中的癌症 是极具破坏力的 而解决这个愤怒的办法就是和好 在天国子民的团体中 在天国子民的团体中 和好是如此的重要 和好是如此的重要的 他甚至比敬拜更是占有优先的次序 甚至比敬拜更是占有优先的次序 请注意 请注意 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敬拜神不重要 他现在强调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他强调什么是真正的敬拜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 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 因此当一个门徒在敬拜神时 因此当一个门徒在敬拜神时 他的心中想起别的弟兄姊妹向他怀怨 他的心中想起别的弟兄姊妹跟他怀怨 无论他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 无论他是有罪的或者是无辜的 他都必须要主动采取行动 他都必须要主动地去和好 要主动地去和好 而且要立即地做出行动去和好 而且要立即地做出行动去和好 教会作为神的家 但会作为神的家 绝不容许愤怒存在其中而不被除掉 否则教会注定要被毁坏的 否则教会注定要被毁坏的 主耶稣这个例子的重点是 主耶稣这个例子的重点是 只要教会中存在弟兄姊妹之间 关系被毁坏的罪 只要教会中存在弟兄姊妹之间 关系被毁坏的罪 教会向神的敬拜就被破坏了 教会向神的敬拜就被破坏了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主祷文中强调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主土门中提挑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紧接在主土门之后 耶稣又继续强调饶恕的重要性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一个人欠债未还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一个人欠债未还 于是债主就来把他带到法庭去 于是债主就来把他带到法庭去 要向他讨回所欠的债 要向他讨回所欠的债 耶稣所列举的这个例子 是针对前一个例子的补充 目的是强调和解的紧迫性 趁着债主还在去法庭的路上 要赶紧与他和解 否则一旦在法庭上被法官定罪 否则一旦在法庭被法官定罪 就会被吓在间里 就会被下在监虑 直到把所欠的债还清为止 直到把所有欠的债还清为止 耶稣以我实在告诉你们 耶稣以我实在告诉你们 来强调时间的紧迫性 你强调时间的紧迫性 需要采取利己行动的重要性 不需要采取立即行动的重要性 其目的就是要强调主动和好的紧迫性 他的目的是要强调主动落后的紧迫性 从根本上解决谋杀背后的根源 从根本上解决谋杀背后的根源 就是心怀恶意的怒气 就是心怀恶意的怒气 或是对人的藐视和侮辱 或者对人的藐视和侮辱 或是任何人际关系的裂痕 或者任何人际关系的裂痕 这些在神的眼里 这些在神的眼里 都与谋杀的行为一样可怕和危险 都与谋杀的行为一样可怕和危险 神对这些罪的审判都是确定的 因此作为天国的子民 趁着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之先 我们必须像躲避瘟疫一样尽快逃避愤怒 要有立即的行动去与兄弟和行 清除一切的愤怒和对人的冒犯 清除一切的恨怒和对人的冒犯 正如以普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 正如以法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在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接着说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 扰那毁霸 并一切的恶毒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通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下面我们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应用 下面我们要解体这段圣经的应用了 第一点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第一点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弟兄姊妹会问一个问题 我如何知道我的弟兄向我怀怨呢 我怎知道我的弟兄向我怀怨呢 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是如何教导的 我们再看一下主耶稣是如何教导的 主耶稣说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先去同弟兄和好 先去同弟兄和徒 你我作为主的门徒 在顺服主的命令去之前 首先要先让神的话 来查验我们你的心思意念 我们在敬拜之前 需要先祷告 求圣灵监察我们的心 圣灵就会光照我们 在你我身上查验不可于侍奉的意念 这意念除神以外 这个意念除了神之外 没有人能查验出来 你有什么东西要向神隐藏吗 你有什么东西要向神隐藏呢 如果有就让神用他的光来搜查 你若有罪就要认罪 如果你有罪就要认罪 还要先去同兄弟和好 我们千万不可不顾良心的谴责 更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若圣灵叫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愿 那事就是重要的 这就是圣灵对你的感动 这就是圣灵对你的感动 你以往不断地要找借口来逃避 神却要你注意你心里隐藏的老我 神却要你注意你心里隐藏着的老我 就是你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权 就是你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权 若是要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如果要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神要你放弃的正是你的主权 神要你放弃的正是你的主权 这是做门徒不可缺少的训练 这是做门徒不可缺少的训练 第二点我们看耶稣看中人的心 第二耶稣看中人的内心 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他更加关心门徒的内在的动机 欲望和思想 他更加关心门徒内在的动机 欲望和思想 而我们人却看中外在的行为为高 而他们人是会看中外在的行为规条 耶稣的教训超越了律法本身 耶稣的教训超越了律法本身 确定了天国子民的伦理道德的更大原则和方向 他确定了天国子民论理道德的更大原则和方向 耶稣的教训显明谋杀的行为背后是愤怒 因此耶稣所要求的是超越的 因此耶稣所要求的是超越 但是耶稣的教导并不是让我们绝望 他的教导更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 耶稣对律法的教训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使人与神的关系上不断地成长 过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或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活出一个反映神的圣诀与完全的生活 活出一个反映神圣经和完全的生活 因此作为基督徒遵行主耶稣的教导 因此作为基督徒遵行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圣经的真正意义 明白其中重要的属灵原则 明白其中重要的属灵原则 并将这些真理和属灵原则 并且将这些真理和属灵原则 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样就会避免落入像文士和法利塞人那样的意 就是将圣经拘泥文字的表面和肤浅的解释 但是这样的真知道与遵行 都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完成 都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完成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他已将圣灵赐给我们 就如罗马书8章26节说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想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 最后让我们一起诵读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 就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借着有关论杀人的比喻 让我们明白杀人背后是愤怒 求你监察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到我们掩耳未宪的罪 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对人的愤怒 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对人的愤怒 嘲笑和污辱 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去和兄弟和好 这样我们的敬拜才会蒙天父的悦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绿色树下的玛丽屋 彩色卡片为热火炉 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 吸了双影浮华树 爱罗明的阿爸天赋 爱罗明的阿爸天赋 拆千爱自为宝贵救赎 他的降临却开了 救恩的虚目 生世主耶稣基督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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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山梭的光彩之中 我心不住歌颂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在这永恒的一曲中 严肃是最美的礼物 爱我们的阿爸天赋 拆解牌子为宝贵祝处 看你将你最美的 在这永恒的世贵 丧生主耶稣祈福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 我心不住歌颂 叮叮噹 叮叮噹 铃声多响亮 在这永恒的一曲中 严肃是最美的礼物 生命的礼物 是最美的礼物 向我们运营噹亮 在这永恒的一曲中 的词 叮叮噹亮 在这永恒的一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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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美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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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应 从童贞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像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尔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盛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请我们一同低头领受祝福 愿荣耀 威严 能力 权柄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从万世以前及现在 直到永永远远 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助 祂能够保守你们不知跌倒 使他们毫无瑕疵 欣然地站在他荣光之前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 也和我一切地团团 你在家在外 你处留 也和我一路花路 你当初去空去世 因为这不是从生来 靠着耶稣 永不游动 我们一生不要大路 你快乐 我一路花路 你快乐 你快乐 你快乐